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P4改表名跟變更尺寸 因為其實說真的假設你要放在網頁上的 請問你要不要放那麼大的在上面 其實真的不用嘛 對不對 那麼大只會造成下載速度變慢 除非你那個要給人家拿去充洗的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會把照片的那個稍微縮小一下 好 大頭照那個你可以直接關掉 不存的話就關掉沒關係 好 你看右上角這裡有沒有一個P4功能 裡面有好幾格喔 好 這裡有好幾格喔 那包括看到你這裡有P4變更檔案名稱 變更日期還有影像格式 變更日期應該各個比較少啦 比較少機會用到 除非你是要補資料才會用到 好 當天沒有拍到 哈哈哈 對不對 不然的話應該不太會啦 我們原則上那個變更檔名交易 因為我們數位相機拍下來 不管是智慧型手機還是數位相機 他的檔名不是都P開頭的 不然叫什麼 ING開頭對不對 那個序號可以變 就是可以在Renew 但是那個名稱前面那個都沒辦法 那你要改檔名怎麼辦 他的方式還不錯 而且他改檔名這個部分 並不侷限在一定是照片 你一般的檔案也可以 好 一般檔案也可以 有時候總是會不小心用到 那像在這邊 我們就可以先把你要的照片把它載入進來 好 比如說這邊他打開了 那我就找到我的檔案 那我就找到我的檔案 好 在這裡 這裡有一些練習檔 我就直接從這邊抓就好 好 那我先這裡好了 好 你可以看到這裡不是有 一般我們照片是不是都是這種名稱 IMG啦 P開頭嘛 好 假設我要改這幾張 那我把它開起來 OK了 那我們現在先看看喔 你看這裡 好 你可以給他一個開頭的文字 比如說你這是去哪裡玩的 或是哪一天的照片 好 那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直接從這邊加進去 那麼 你可以看到在右手邊的話呢 在這裡 你看在右手邊 有沒有 新的檔名就這樣 對不對 好 如果有開頭 或者結尾是什麼字的 他就直接幫你加進來 那預設的話 常常是用流水號 用流水號 你可以從一開始 然後幾位數你自己決定 然後每個加多少 都在這邊就決定好 所以看到右手邊這邊就有0102 0103 好 會像這樣子 那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 你可以照什麼 照ESRF日期 也就是照什麼 你拍照的日期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資訊 它本來就存在數位相機裡面嘛 照片裡面 所以呢 你如果用這個 它就直接抓你的照片了 你看這裡 好 有沒有發現 你就知道 這是2007年什麼時間拍的 這樣清楚了 像這樣就OK啊 那前面只是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那個 文字進去 它的還不錯啦 那麼再來呢 流水號 我們剛剛看過了嘛 所以 如果你不需要時間的話 假設你不需要那個時間 你可以在這裡 選擇就是只有年月日就好 它後面就不會加上時間 可是因為都是同一天的 它就只好後面加上001 因為同一個時間嘛 日期啦 日期一樣的 它就一樣 還是要幫你給你一個序號進去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假設都 好了 最後 就是按開始處理 這樣一次就處理完了 好 這是第一個 所謂的變更檔名的部分 好 那如果你要變更的是影像的尺寸的話呢 就從下面這邊來 一樣把你的照片載進來 好 好 假設我還是這幾張 因為這個比較大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左上角 一般來講 我大部分就是 格式我都不變了 反正我只要尺寸變而已嘛 對不對 我就Original 原汁原味的 不用任何改變 然後呢 上面這邊 你再告訴他 我要變更的尺寸是變多大 我順便問一下各位 如果你的照片是要放在網頁上的 請問 不管是你是相簿也 還是我們網站上的新聞 啊 消息啊 請問你那個照片應該是射多大 比較好 你覺得呢 我相信你應該不喜歡看到那一張很大 然後第一個要等很久 第二個 會有那個垂直跟水平卷軸 你怎麼會縮起來縮起來 很少嘛 我們不太需要這樣子 那所以 一個螢幕能夠看得到的 大概是多大 以寬度來講 因為現在高度 不同的那個裝置差比較多嘛 以寬度來講 其實最大 就不超過800 最小 差不多大概 差不多400到500左右 所以你大概400到800這中間 應該是比較寬度 比較適合在網頁上放的 一來速度變快 二來就是我一個螢幕就可以看完 一個螢幕就可以看完 因為各位像你如果用手機的話 其實 如果上網速度不是很快的 是不是也要等 等一段時間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你會有 可能有直的有橫的 所以我很多時候我會用固定的寬度 因為有時候有直拍橫拍嘛 除非你先轉好了 不然我就可能就是 會用固定寬度 那我就直接給他一個 比如說400 好 400 那麼 這樣就OK囉 所以你看看我右手邊這裡 他會自動幫我算出來 有沒有 這邊有 400 我都忘記了 我還有一個東西沒有拿出來 我哪 這樣就很長的 哎呀 其實這裡也有啦 我都忘記了 我還有一個東西 除了你有那個以外 也可以這樣子 這支也可以拿出來 哇 這樣兩支 好 有沒有看到這400吋265 他就先算給你看了 對不對 這個 所以 你如果沒有問題就按這邊 開始變更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開始變更 但是因為是改變尺寸 所以會比變更檔名 慢一點點 好 因為他要一點點時間算一下 這樣OK嗎 最後呢 你要看一下他到底 放到哪裡去 就是在這裡 預設的話呢 他會 跟原來的資料夾放在一起 有沒有 這樣變兩支很奇怪 好 跟原來檔案一樣 所以 他就放在原來 他不會把你原本的蓋掉哦 因為變更檔名還OK 可是變更尺寸的話 會破壞你原始檔嘛 所以 假設你放在同一個目錄 他就是 後面會有 就是 不同的名稱 好 就是原來的名稱後面會改變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 好 來 我直接做給你看好了 開始變更 是 好 因為我只有四張 所以很快哦 好的 現在呢 我就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回到我自己的檔案總管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在 好 有沒有看到一二三四 這樣了解了 resize之後這邊 這個是不一樣的 你有 從這邊也可以知道說 檔案有沒有差很多 真的差很大吧 本來 兩Mb 一Mb 對不對 可是你變成 四百多了 是不是只剩這樣 這樣速度就快很多 所以 如果說你可以 尤其在做這個網頁的部分 你可以像這樣把它處理一下 效果就好很多 OK 所以我們 這個地方 就先到這裡結束囉 給各位